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皇子日后蓬城万里 吴等还得仰仗供爷啊 吴等本事同殿同僭 自然是要相互扶持 放心 放心 叶已深了 吴等不打扰供爷了 你就先寻考退了 好 更益太子的传业 还不知道是真假呢 这一包人 倒是懂得事实投机呀 不过是迟早的事 如今月事如日中天 朝臣攀附 也是人之常情 田掌柜 今日千里罪可还有的吗 我定要与他们不罪不归 见过五公主 千里罪都给公主留着呢 臣 见过五公主 真巧啊 我与诸位穆良们引荐一番 这可是我未来君旧呢 五公主还真是豪雅兴啊 只是不知今日来此 长秋宫可否知道 我还没嫁到你们月事 便这般迫不及待地想约束我 我可是公主小月侯 这天下姓文不姓月 与文氏并肩折 只有我母族宣氏 天掌柜 侯爷 我知道你这里可以请令人坛场 我儿心腹性子不羁也 总喜欢结交一些俊俏郎君 我既是他的军舅 就应该投其所好送一些见面礼 小的明白 还有 朝中的一些传闻 也应该让我家心腹知道 毕竟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彼此分忧也是应该的 侯爷放心 小的并无其他能耐 只是经营许多酒肉 迎来送往 消息 也比旁人 转得快一些 严掌柜 你可是有大能耐的人啊 是 楚飞也在 里面有许多皇子公主 身上为何要将此等苦差事 都要交于我来做 我倒觉得父皇此举英明 平素这些采买用度 我都要算上好些日 你这才半日便好了 再说了 长秋宫寿宴 身为母后子女 无非就是太子殿下 紫慎与小五三人 难不成还指望小五啊 若只是算账还好 为何文武百官家眷 为这安排 也要由我来筹划 我这人还认不齐呢 父皇母后呢 也是想让你尽快 将宫中事务熟悉起来 故而特此命我来协助于你 这当时一郎幸福可真难 比掌管一线还难 想到之前华仙重建时 我也不曾如此头疼过 我也从未想过 自己的夫君会是一朝储君 我的母族 仍然指望倚靠我飞黄腾达 可却不知我实事无能为力 他们明立案里 总是非依我被阻妄踪 可是其中的苦处 又岂是旁人可知 除非千万别这么说 你与殿下都是宽厚之人 明明就是旁人 贪心不足 太子殿下也是念及倾庭 才会替王将军遮掩 但是天家无情 如此重情重义 反倒是过错了 我也实在是弄不明白 重情重义怎会是过错 若太子殿下失了人德之心 这才会令人不耻 这世上之人 哥哥都说大道理 偏我觉得 做人无愧于心 对得起自己就好 皇兄 皇兄呢 皇兄呢 我要先 五公主 太子殿下正在书房议事 近日不宜见客 此处轮得到你回嘴吗 东宫也是你佩待的地方 滚出去 父皇命少商 为母后筹备寿宴一事 我也要帮臣一二 是以特请烧商过来 东宫地位眼看不保 你还有闲心在此处装闲凉 近日死时就一道死吧 皇兄 太子殿下 臣当先行告退 五妹 何事在这大哨大笑的 那废物王龙要死便由他死好了 皇兄为个草包惹怒父皇 被废除可还值得 五妹 王龙也是你的从外兄 你怎能说出这般良薄之言呢 我良薄 永乐公三皇子对储君之位 虎视眈眈 你却做出这般糊涂事 若你太子位不保 日后天下可还有我们长丘宫 众儿女的立足之处吗 你心中就只有权势 没有亲情吗 若无止之自保 是亲人的安危若无赌 那这太子不当也罢 你以为你配荣德 若我势难而生 这太子位还真惹不到皇兄 还请五公主慎言 你如此咄咄逼人 就是笃定太子殿下 不会与你计较 殿下若正如你所说那般 当机立断 五公主 你此事早已被定罪 五妹 你口口声声说 殿下不该惹怒父皇 可你三番四次举婚 难道不也是在惹怒父皇吗 殿下从未干涉过你的婚事 你为何因权势地位不保 便对着殿下发火泄愤呢 皇兄当然不会干涉我的婚事 当初他再心不甘情不愿 不还是去了你吗 宫中何人不知想 皇兄心中人究竟是谁 皇兄是可怜你家境贫困 被决婚后无地可容你 才能在楚飞卫上暗坐 五妹还是几回吧 日后无时 就不必来东宫了 待你出家月食之时 我定会替你添装 你真是命万不灵 你真是命万不灵 非要与王家人共沉沦 我这就去找母后说礼去 皇后如何了 五公主闹了一番 将皇后气得心计 此时不肯言语也不肯用膳 不肯用膳 我去劝 可皇后谁都不想见 怕是承娘子去了也无用 父母身命劳律时 嘴上虽说着谁也不想见 但心里 不知多盼着孩儿能冲进去 这儿我不信 不信我有法子 皇后一整日都未曾进食了 皇后一整日都未曾进食了 多少吃些吧 坊间传闻 莫要放在心上 我喝 快瞧瞧 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 皇后胃口不好 不想用膳 我不是来劝皇后用膳的 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 皇后快看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我在资家院子里种的胡瓜 忙了好些日子 才种出这一些呢 胡瓜可是西域的贡品 我没有吃过 但是皇后吃过 皇后帮我品鉴品鉴 我这胡瓜 跟西域的胡瓜 是否是一样 我正月则 他这个牛只是一样的 我呢 你呀 我说你的 你会几乎的 你哩 我肯定 你欧 你便了 不过拿出来的时候 我又放了一遍 我忘记了 既然如此些 赶紧喝口粥鸭鸭 还是先吧 再喝一口 你这胡瓜 这下倒是开胃 如今鱼也吃了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我又不是来找皇后用膳的 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 皇后还未曾说 是我这胡瓜好 还是西域的胡瓜好 就你鬼主一多 贤臣这般 让我如何比较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晚些 再做一些甜的过来 皇后再尝尝甜的如何 甜的也压不住咸了 那就酸的 酸的定能压得住 你这孩子真是赖皮 就你这手艺 我要咽下这些胡瓜 得用多少粥来配呀 皇后要是愿意多喝两口粥 少少求之不得呢 口中还是觉得咸 那便就多喝两口 那便就多喝两口 走 快走吧 走 里面有成娘子服饰 里面有成娘子服饰 你我就别打扰皇后 与成娘子说提计话了 想不到皇后在宫中 还能遇到这般宽心之人 十一郎真是挑了个好心腹 老娘子怎么不进去服饰啊 少少妹妹在里面陪皇后说话 这还要特地叮嘱过 你我别去打扰他们 这五将女真会找机会攀附 这才进宫几日啊 怎么 有她在的地方 你我便都不能踏足了吗 咱们还没嫁去西北呢 倒是她先登堂务事了 非但抢了皇后不说 就连林将军也 不说洛娘子能嫁给林将军 我们又何必去那西北苦寒之地啊 春条住口 此事不许再说 西北再苦 也是你我的命 有人天生命好 假得如意郎绪 又有帝后必有 你我也怨恨不得 洛娘子 你就是脾气太好了 要是换出那几位公主 看谁能轻饶她 想高攀帝后 也不看看人家亲儿女搭不搭影 皇后 皇后 收盐就用这胡瓜做开胃小菜 如何 还是用些寻常物吧 如今宫中倡导姐姐 于岂能带头用这些西域食材 受伤已将种胡瓜的法子 给琢磨明白了 自个儿就能种 就此也不迷废了 到时候还可以让子生过来帮忙 离地一大棚 店里找个空地就能种 让文武百官们也尝尝 这西域的胡瓜是何滋味 各好 改日啊 我要向你阿父阿母讨教一番 如何教得你这般体贴憔悴的 我呀 就是不知如何做人父母 才将儿女教得如此失败 皇后 你可得早些选我阿父阿母 进宫来才行 我阿父阿母 总觉得我这个人 文不成武不就 学弯不行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所以皇后 宣武阿父阿母进宫之后 你可得好好夸奖我一番 要让他们知道 并非是我不行 而是他们不珍惜眼前人 总就羡慕别人的二老女娘 而且 一定要他们知晓 像你这样 真真教诲 不责罚儿女的父母 这才是好父母 哪有用眼前人 去代交父母与子女的 不过呀 你说的不对 这世间父母 都是看自己孩子好 羡慕人家孩子 只是用来 教导自己子女罢了 你若 让他们用自己的子女去换 你看他换是不换 葛昌子以往的比较 子女心中 怎会不胜怨怼 为人父母 怎会不知这些粗浅的道理 只是 人生不能重来 子女教育职责 更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再无回头路 唯有子女强大一分 父母才能安心一分 我们 逼你们 实则 是在逼我们自己 母后身体如何 嗯 那我 那我 如果你 尊死 你 我 你 他 我父皇失望之欲 还敢母后累得伤心 父皇说我 任人为情 只知道感情用事 或许 我真的不适合做太子了 殿下是觉得 皇后是因为你为当好太子 所以才难过的 是因为你难过 你失落 你沮丧 你受人非议 你一决不振 所以他才自责 才伤心 自觉身为母亲的他 不曾保护好你 殿下虽为太子 不过也是圣上 跟皇后的孩儿 你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 去替王将军求情 不过 你可以以孩儿的身份 去替自己的外兄求情 亲情所致 何罪至有啊 你不过来 是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你还要 你不过来 这 偷 你为了 是 你以为 你只能 去 义处 朗姿夜行朝朝啊 陛下息怒啊 仇臣们不过是 猜测陛下的喜悟 迎合圣意罢了 朕的害儿 能否担当中任 还轮不到他们来指挥 陛下 太子殿下求见 你说这个害儿 总算现在知道着急了 叫他进来 殿下 儿臣叩见父皇 起身吧 深夜来此 可是有什么话 想要对朕说啊 父皇 儿臣深夜睡不着 好 相遇父皇下盘棋 你倒是挺有兴致啊 你好 说起来啊 你与朕 也已是许久不曾手谈了 记得当初你刚学对意志时啊 做都坐不住 动来动去的 朕哪 恨不得 把你就站在这个齐案旁 哼哼 是什么意思吗 我看见你的 你让我再说 坐下 有 Có 有ren子呀 你让我去哪儿呢 我去哪儿呢 还不 counting 这个腹谈得 好 你还不住 不过解决了一件麻烦事 心里痛快了不少 三公主在我救负继承上 受罚禁足 是否也对你心中畅快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要破坏霍将军 祭奠的 我只是 你总弃我行事霸道 凡事不与你商量 而你 不也是在自作主张吗 鸟鸟 你如此莽撞行事 我会很担心 你不骂我 你若信得过我 想做的事情 都可以交给我来 你在宫中并无根基 树敌这种事 还是交给我吧 虽然我说过 无论你做何事 我都会护着你 但也许你给我机会啊 但也许你给我机会啊 其实今日呢 今日怎么了 今日皇后心情不佳 因为有传闻说 胜上要益处 对了 那日在宴霍塔 你可知是谁要 针对太子殿下 少少 这些年来 太子太过仁厚 从不约束身边人的行为 所以那些无德无才之人 才会占据高位 朝中不满的人太多了 此事牵扯极广 你谨记 切莫插手 东宫 最好也少去一些 对了 你方才说的 喜事 是什么 皇后今日多喝了一碗粥 你为了 他最好 你还不是 你要我 你 你 你 就 父皇 儿臣输了 输了 你以为朕没看出来啊 你中途故意让子与朕 怎么 现在也学着宁臣 柳须拍马那一套 不敢赢朕的棋啊 那 父皇 您可还记得 儿臣是如何学会下棋的吗 当年 父皇还未出兵 儿臣也并非出局 父皇在老宅院的老书庄上 做棋盘 用十块克字 教儿臣下棋博弈天下 为了让儿臣喜欢上下棋 还总是让棋与我 儿臣一个刚学会对异的志童 竟然可以每每 都赢得父皇的棋 父皇当时明明都可以赢我 可为何要让棋与我呢 那是因为 比起输赢 父皇更在意儿臣的感受 儿臣今日 亦是如此 在儿臣心里 家人的感受 比对异输赢更重要 就算最终都是输 儿臣也落字无悔 好 真明白了 爷医生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日早朝 不要耽搁了 是 是 儿等的奏章 朕都已经看过了 太子 为人宽幼人厚 忠心恭孝 他并非是儿等议论的那样 不堪重用 朕已经决定了 由太子代掌护服 三军许得听他的号令 朕已经决定了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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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要说 这王淳纵容棋子王龙 离筑地去剿匪 致大军于险境 陛下 他们这可是罔顾军令 岳侯此言差矣啊 匪匪扰明 王龙将军身为守军 自要护以防安宁 替您剿匪怎么能说成是罔顾军令呢 我话还没说完 楼太傅插什么嘴 他那是去剿匪吗 据我所知这个王龙 如今已经落入贼匪的陷阱之中 生死 还不知道呢 陛下 王龙将军正因为是身先士卒 独裁遭死险境 臣不明白岳侯为何如此的幸灾乐祸 什么叫幸灾乐祸 如果是些当年来不及碾碎的草头王吧 这个王龙也是无能 你们评判他的对错有何意义呀 依我看 不如趁机出兵 荡平这些匪寇 也正好填补一下咱们国库的亏空 说得容易 吴大将军要告老横乡 凌将军即将成婚 谁去剿匪 陛下 臣愿为陛下先锋 且杀了那把麻麻糕的再说 现在我们在商量怎么给王淳定罪 你就别跟着搅和了 这怎么是搅和了 我 够了吧 你们倒是说得痛快 该轮到朕 再说几句了吧 斩匪作乱 名不聊生 王龙出兵剿匪 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只是他呀 贪功貌敬 才使这大军陷入险境 施不堪为将 只是 死乃王龙之过 与其父王淳 有何感谢呀 从今日起 王龙的兵马 将由他的父亲来接管 其人就地割职 至于乔匪一事 紫胜啊 臣在 你就和几位将军 共同商议一下 定个策略之后 再出发 太子 儿臣在 虎福 已经交托于你了 切实 你将与典将台 亲自派兵遣将 是 父皇终于大意 派兵去就从外凶了 子生 吴思前想后 觉得这虎福在东宫 还是不够安全 不如 还是交给子盛保管吧 圣上将虎福交与殿下 是对殿下最大的信任 圣上将虎福交与殿下 这虎福 殿下当自己保管 不交与任何人 带到出兵之时 殿下还要靠虎福调兵遣将 可是 可是我放心 皇宫戒备森严 只要不将虎福带出东宫 不会有人胆敢其余 臣还有一事不明 臣还有一事不明 圣上之前本打算 致罪王将军 不知殿下 是如何说服圣上的 多亏了少尚点醒我 昨日 我与父皇下棋 聊起幼年琐事 父皇念及 过往父子亲情 决定再给王将军一次机会 也给吴一次机会 子盛 你们夫妻二人 真乃是我的夫妻 毕竟我 我一直盯着我又不说话 是你让太子 去跟圣上示好的 如今圣上不再打算追求王淳了 你可还满意 你这是何意 因为你给太子出谋划策 圣上打算放过王家 少少 我叮嘱过你多次 不要插手东宫之事 不要卷入朝中内政 你为何总是聚听 我只是想助皇后解困而已 难道你要让我看着皇后 独自难受 我一点忙也抱不上 什么忙穿了一穿 我根本就不想管 只是皇后真心待我 我定要为她着想的 那倘若你所做之事 为我平添了许多麻烦 皇后视你为亲子 太子当你是亲兄弟 他们抚养你长大 为何现在圣上不怪皇后太子 你反倒不高兴了 你觉得自己做得很有道理吗 那日文秀君如何胁迫皇后 你又不是没看见 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 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 全部谢于皇后与太子身上 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 虎视眈眈 你所做之事 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 反而会害了他 不仅害他 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 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碰 这些 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不曾想到这么多 既然不知道 以后就不要再肆意妄为了 少少 我再讲一次与你听 宫中事物 牵以发而动全身 绝不是你想象中那般简单 我看这世上 最不简单的 便就是你了 你总说我不懂 可你从来都没有想让我懂过 你的谋划 你的计算 你的想法 你统统都没有告诉我 我要如何才能避免 我并非不告诉你 是因为这些事 太过于错综复杂 可 可我原本可以不用管这些 错综复杂的事情 我原本可以嫁个寻常龙虚 过寻常日子 什么朝堂 什么宫廷 什么圣上殿下 统统都与我无关 临不一夜 是你拉我进到此局当中的 我与你本就是两方天地之人 起初面对这门轻视之事 我也彷徨过 犹豫过 在我中决定与你在一起 做自己本不喜欢之事之 你却一而再再而散地告诉我 你的天地太过复杂 我这种蠢奔之人本不该参与 我不是在嘲讽你少少 我只是不希望你涉险 我也是想为你好 和阿母从前也总说这话 你们都说是为我好 是因为我不够好 对吗 我当真不知道 如何才能不改变自己 还要令你满意 可我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计后果 做事只随自己心意 抱歉令你失望了 你别说是想要把我的妹妹 随便 raus 听说是不让我自己回去 我怕不会走 你恐怖 你也不怨无你的 你去拿乱兵 你去拿乱兵 你觉得自己做得很有道理吗 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 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 全部谢于皇后与太子身上 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 你所做之事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 反而会害了他 不仅害他 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 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碰 更连不宜成婚可真麻烦 后来都给他治愈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上